那我就问大家 食药署的新闻稿里面 请问一下 他把程序碎碎念了一遍 那关于那个编号 到底是1902 1905 你把加德为什么要放在1902 为什么不把人家放在1905 还有为什么人家用了1905就过 1902就通通没过 你申请的就没过 自行申请的就过 这才是重点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然后证据拿出来啊 所以食药署的新闻稿 声明稿 我今天看了一遍 看不懂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我就看不到我心目当中 想要的那个答案嘛 重点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的 有没有再清楚不过了 你看碎碎念所有程序 所以我都知道 你跟我讲这些干嘛 对不对 我不知道的是那些啊 你看网友怎么说 谢谢静平 感恩 网友说三个字我超喜欢 告不告 我也想问啊 赶快去告 罚他罚到死 对不对 把他关起来 假新闻这么大的假新闻 也不告 你知道这个今天影响有多大吗 今天炸锅了 今天完全炸锅 这么大的事情 NCC在哪里 我们的检教在哪里 吴修美你怎么还不去按铃提告 告不告 古有指路为马 今天是指苏为脚 这好好笑 这好笑 有没有申请错误 表单拿出来看啊 食药署你帮大家包裹的 上传的那个表单 请你拿出来 好不好 这下中秋要吃水饺了 根本就话术 事实上就是送错品项 网友的结论 跟我想的一样 不敢想政府出包笑死 有人有人是谁 食药署的嘴骗人的鬼 生里凤梨酥 心里水饺 这好好笑 所以巧心才卫今天很调皮 直播的时候 现主食药署的包献面食 凤梨酥 好 委员你怎么看 一个有证据 一个没证据 一个咬死 这叫假讯息 死为假讯息 这本身就叫假讯息 是吧 最好笑的是 昨天晚上十点钟 食药署还发了新闻稿 他说大陆方面 在填表的时候 根本没有高柄类 我那给大家听 我好好笑 中国只提供包献面食选项 并无高柄类可选 人家都申请了 他还说没有高柄类可选 所以应该这么讲 这个食药署 这个乌龙出了 来的时间真好 这个让大家可以看看 民进党政府的洋相 有出多大 但是我也不太怪吴秀美 因为其实他官不大 那真正的是 为什么卫福部长 陈时中 王毕胜这些人 怎么让吴秀美忙到 没有时间去看清楚 包献面食跟高柄类 有什么差别 那为什么会忙到这种 我也很同情 这个吴秀美 因为他的上司交代说 那个高端疫苗 马上要送来 去年急得要命啊 我们要批准 我们赶快要拨好几十亿 给高端啊 那高端疫苗 自己文件做不出来 食药署上上下下 总动员 该填表的填表 该写说明的说明 还帮忙改 食药署办理什么角色 办理辅导老师的角色 辅导高端疫苗写作文 哎呀写一写 终于过关了 他这忙得不得了 哪有时间去搞 管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中国大陆 这些高柄疫苗的 这些什么填 到底要填哪一个 所以你真的觉得 是一个低阶错误是吧 低能错误 应该这么讲 因为前面低能 后面邪恶 什么叫前面 前面低能 就是你明明弄错的嘛 他说是笨还是坏 你觉得先笨再坏 先笨再坏 因为他前面发现 哎呀我自己怎么这么蠢啊 可是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错误 又不愿意承认 他们自己实在有过蠢 有过笨 那最好只好 你看你看 大陆多可恶啊 哎呀你看 你看还要我们 还要我们提供配方 哎 真巧耶 你如果没有提供配方 还真的分不清楚 该填高柄类跟 抱歉面食 因为如果里面后面空白了 凤梨书怎么会变 抱歉面食 好像也可以啊 因为外面是面点 里面是抱歉 只是差别在 在那个 谁要让黄近平 跟那许小熙那么可恶 还拿去煮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觉得这个整个声闹是有过坏 他们觉得现在只要自己做错事 通通推给大陆 只要自己想要做点这个见不得人事 也通通推给大陆 那这个洋相可出大了 对真的是出大了 那不只是洋相有没有责任啊 这这这这 这韩平你觉得这有什么责任啊 然后你看到今天就是咬死 连王斌胜也跳出来讲 食药署没有搞错 一开始告破题 就告诉你食药署没有错 一直都是按照中国大陆提供的申请表格 帮助业者申请 但产品注册毕竟是大陆所做的决定 我国能够取得的资讯非常有限 业者都取得他取不到 我们之前都默默处理 很少提这件事 就是希望能够协助厂商低调恢复注册 让他们回到大陆做生意 结果呢 都是业者自己申请就过了嘛 靠你政府就是没过啊 没过影响太大 所以业者自己拿回来申请 发现就这么简单 我就换个编号我就过了 结果王斌胜是说 因为我默默处理 所以我的资讯很有限 所以我希望帮助你们 你觉得能够说服你吗 我很希望他讲的是真的 但是对比刚刚那些 铁打实打实的证据 那你把证据拿出来嘛 拿出来啊 你当初用什么样的编号 你什么时候开始处理 你怎么样协助厂商恢复注册 你是用了错误的编号 自以为是协助厂商吗 那吴秀梅怎么说呢 食药署从来没有把高饼当冷冻水饺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有人一直故意要制造食药署都没有做事的消息 真是很过分 自行申请注册项目很多 不清楚中国怎么分类 业者清楚他不清楚 3月9号之后呢 全部被要求书面 没有所谓的自行申请 没有哦 那刚刚那些业者自行申请都是假的哦 是不是哦 书面所有内容包括原料占比都必填 业者拒绝申请的原因 就是在揭露商业机密的部分 然后食药署的食品组的副组长 郑维志他说 大陆去年10月13号要求台湾 必须在10月31号 18类产品采取包裹式注册 当时政府呢 在推荐注册栏位当中 并没有高饼类 不少台湾业者担心产品被卡关 希望政府协助 食药署就以包线面食的类别来送件 寒冰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自己本身是主管单位 那你怎么好意思就跟人家讲说 我们资讯完全不清楚 这不是好笑吗 那叫我要你政府干嘛 对啊 那请问一下 那你们这些人就失位素三嘛 你是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人 然后你告诉我 你不清楚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那你的薪水交出来啊 你凭什么领薪水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就算中国大陆没有给你资讯 你要想办法去弄懂资讯啊 不就这么简单吗 对啊 那请问一下 业者是怎么弄懂资讯的 为什么他们能够弄懂你就弄不懂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没有人说你们没做事啊 我是怕你们做错事啊 是这样吧 你们忙了个一大堆 结果忙了个全部送错件 那不是很好笑吗 你就好像代办业者拍胸脯说 我帮你代办没问题 都懂了 结果全部送错 汽车的送到机车那边去 然后全部共沽 那不是很好笑吗 吴秀梅说我从来没有把高饼当冷冻水饶 是啊 你是把冷冻水饶当高饼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这样吗 是没有错啊 你讲没错啊 你只是搞错了嘛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哦 这个是一个怎么回事 也就是一开始就无心处理 其实王必胜不用讲那么好听啊 你们不是默默处理 很少提这件事 你们是不想处理 所以很少提这件事 还是根本不处理 他们根本就懒得处理 是后来发觉 OK你如果人家下最后通牒 你再不处理的话 到最后责任会归他们 所以就随便弄一弄 找不到品项证 往这边塞就对了 而且说实话 因为真的啦 王必胜讲的 跟吴秀梅讲的 全部都在唬烂 在弊重就轻 那这位他有讲到一些重点 就是说一开始 其实没有这个品项 根本没有这个高饼类的选项 好那我就假设 我相信你嘛 我假设你假设是真的 那你把证据拿出来嘛 是啊 当初你申请的时候 我看看哪里是没有选项 那请问一下 如果当初没有高饼类选项 为什么后来又跳出来 是不是业者去沟通呢 那业者就扮演起 政府的角色是吗 所以现在其实 就是两岸之间 根本没有正式的官方来往广道 都是靠业者自己打 业者好惨 被政府害死 是啊 那问题是 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第一个 你有证据你就拿出来嘛 你说你看证据在那边 都是中国大陆害 他当初只给我 就没有这个品项 害我没办法勾 对呀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 你是政府单位 你发觉没有这个品项的时候 你应该做哪一件事情 你应该去问对岸 为什么没有这个品项 对 我没有办法勾 而不是没有这个品项 那我随便找一个田 或者你可以去问 为什么秦美过了 为什么阿默过了 对不对 有些业者都自己过了 政府完全搞不清楚 我觉得这莫名其妙 就是表示我们政府 根本也不想跟对岸沟通 韩炳我更要问你的时候 以吴修梅他们那种个性 以蔡政府 以王毕生他们的个性 为什么不告 为什么不告 因为告了会被认证 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 我其实非常鼓励石要署去告 因为石要署 从头到尾都是说 我们在造谣 都在说谎 都网路一大堆 那现在那个吉巴尔也讲啦 然后林北好游也讲啦 一个一个都讲啦 这些人都不是匿名的喔 因为林北好游是谁 我见过喔 那吉巴尔他也蛮有名的喔 你们直接告他们嘛 告他们就水落石出啦 对啊 去告啊 对啊 你的证据也要拿出来 他们会拿出他们的证据来啊 那我是觉得 石要署你只要不敢告 你就心虚 那我就认为说谎就是你 那拜托有种一点敢告 吴修梅每一次在那边 高端你护航这么勤 现在是直接讲到你 食药署头上欸 结果你都不敢告了 你算什么食药署长 我跟你讲 不敢告吴修梅就要下台 你会表示你自己心里有鬼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好多次了